国与国之间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 就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 它是非常容易交流的 我们这一次在开幕式上非常有意思 法国杰罗姆院长他在台上的时候 他非常激动 在他发言最后他说了一句 他说他希望两年之后 能够在法国的阿威牛 来举办世界舞蹈虚拟教育联盟的活动 就可见其实大家都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时机来传播自己 来跟更多的世界跟我们的理念相同的 或者说是有什么更新的理念 我们来一起来互通有物 我们要想想想想想想 我们想想想想想想想去复了 在中国的舞台,今天是 它是参加的参加的舞台 我会想到中国舞台 我希望他们的舞台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舞台 因为我看到中国舞台的舞台 在这个演奏中的舞台 我看到这些演奏 这些演奏 他们能够给予 是一种正式的动作, 充满的感觉更正的感觉。 未来,社会会推荐更多的 欧洲顶级艺术院校参与其中, 社会会一如既往的为中欧艺术繁荣, 一带一路政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